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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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检查组检查了医院的医疗基础设施 抗病毒药品 人感染H7N9禽流感防护物资储备 疫情应急处置及个人防护等准备工作 对医院充分考虑传染病防治的需要 对检查通道 隔离治疗 消毒处理等方面的工作部署表示肯定 据了解 我市按照立足防 强化防 防治结合的防控原则 当前 防控工作的重点是加强对我市活禽批发市场的规划 和对全市农贸市场活禽销售场所开展专项整治 在疫情监测和防控上 由医疗机构 疾控机构和活禽市场 养殖场的角度招好重点区域和人群防控 并在防控工作保障上做到人员检测试剂 防护隔离 治疗药物4个到位 检查组对我市高度重视 准备工作到位 防控措施得力的做法给予肯定 要求继续持紧持好各项防控工作的落实 做到乱防乱动 为机部门 要继续发挥牵头作用 做好H7N9禽流感的排查 救治和医务人员的培份 同时 要加强督出检查和部门监管相配合 科学防控 确保群众生命安全 本台记者林彬报道 昨天 江门市人民政府发布关于继续试行车辆通行费年票制的通告 明年江门地区包括我市将继续试行年票制 通告指出 京省人民政府同意 至2015年1月1日零时起 江门市全市继续试行年票制 试行期至2016年12月31日 广州 深圳 珠海 佛山 惠州 东莞 中山 江门 肖庆九市 继续实行车辆通行费年票互通 这个亦就意味着年票制继续试行 而按照江门市车辆通行费年票制试行办法规定 我市的各类型汽车 需按照相应车型的通行费标准的90% 每年一次性缴交全年的车辆通行费 亦就是说 我市普通的9座以下私家车 需缴交通行费529.2元 而摩托车則不试行年票制 本台记者 陈方宽报道 为迎接2015年元旦佳节的到来 鼓励全体市民参与到 创建文明城市的行动当中去 昨天下午 台城街道在台城清少宫 举办众祖国 庆元达 认创文小学生歌唱比赛 和作文展览活动 市区港小学的十多名学生代表 参加了这次比赛 小歌手们精选了歌唱祖国 我爱你 中国等传统经典名曲 和阳光少年向天使借对刺膀等 充满正能量的流行歌曲 以饱满的激情用心演绎每一首歌 遥量的歌声唱出了同学们对祖国的热爱 对生活的统景和对未来的渴望 小歌手们歌舞并茂 活泼可爱 其中几个双胞胎 联尾表演 更是令人耳目一身 精彩的演唱吸引了在场观众的振振掌声 比赛现场更改行了认创文 有掌问答游戏活动 引导在场观众学习创文知识 并在青少宫的宣传栏上 展出近期认创文作文比赛中的优秀作文 大力宏扬正能量 宣传新风尚 鼓励全体市民积极参与 创建文明城市的行动 本台记者王中元报导 明天就是元旦节 为迎接2015新年到来 昨晚市卫生职业技术学校 举办了一台别开生命的迎新晚会 学校十五个班 每个班各自拿出自己的文艺节目 想演一个个精彩的舞蹈 小品独唱和合唱节目 都是同学们利用科语时间 自编自演的节目 贴近生活 贴近学校特色 台上台下演出的范围十分轻松活跃 来自迎新晚会最特别之处 是将道德讲堂用尽整个晚会当中 通过以礼代人 专丝众道礼仪展示 护士礼仪表演 和全校师生齐重 弟子规知 入侧校部分 传播国学经典 培养学生良好的职业道德 社会公德意识 让学生在潜移默化中得到教育 起到了寓教于乐的良好效果 本台记者张志强报道 下面请看简讯 白沙广播电视站报道 12月30日下午 白沙镇在黄道益体育馆 进行全镇小学系统办学特色展示 其慶祝2015年元旦文艺会演 演出有舞蹈 大合唱 小组唱 表演唱 诗朗众等丰富多彩的文艺节目 文艺会演吸引2000多名师生 家长以及观众观看 新闻播送完 想理解更多新闻资讯 请登陆白沙网 siamadari.tsbtv.tv 或者送媒关注白沙网微信 小后一百欢三下 再会 系列报道 盘点2014 旅游业出境由市场爆发 在线旅游模式兴起 网络斗酒不可取 去酒商新危害大 新闻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